今天可能有一些人会问牧师说 那牧师 你讲的东西是心灵活的 但是我这个肉身怎么办 那我死之后 我这个 我的人只是成为孤魂 然后成为魂而已 这个魂怎么办 那是不是这样 所以圣经有告诉我们 死后的样子 但是你们不会完全了解的 但是这边圣经 有讲 第十一节说 然而 你们看这个地方 如果你们要知道死后的事 然而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就是圣灵 若住在我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借着住在我们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哈利路亚 这个很重要的话 但是你们这个华文字翻译到我们读了满头雾水 我跟各位说 很简单 这个意思讲什么东西呢 各位 圣灵呢 我们每次知道圣灵内住在信耶稣的人身上 各位知道圣灵是什么吗 你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呢 在万有还没有被创造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然后神说有光就有光 神说他说里面有灵 所以他是借着他所说的那个话里面的灵来创造万有 所以万有从什么都没有变成什么都有 没有生命的变成有生命的 圣灵的能力来的 然后圣灵使死的基督 对不对 已经钉死在十架上的那位 赐给他新的身体 对不对 使他复活起来 所以把新生命赐给他 使他复活 所以他怎么叫基督复活 他是一个本样 一个模式来的 给我们看 一个保证 一个模式 所以怎么叫他复活 你们也会如此复活的 跟基督的身体是一样的 那个新的身体 那么这个身体是怎样的身体 我们会问你这个东西 这个身体是一定 跟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有没有不一样 当然有不一样啦 这个身体绝对不是拉撒路 拉撒路死了 复活 然后复活了又会死的那种身体 不是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呢 我这样讲 这个新身体 复活的新身体 将来主给我们的 是能够容纳 我们这个整个人的位格 荣耀的位格 各位你们懂吗 你们里面有一个personality 我们叫位格 也可以说你的整个的灵魂 这个新身体是可以容纳 完全容纳这个 现在呢 你的这个身体呢 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容纳这个位格 你的身体反而是限制这个位格 限制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你们很受限制 好像你们心里面所想的 心思意念向往 你要做出来的时候 做不出来 这个身体是很奇怪的 有时候我要讲一些话 我们做牧师的人每次讲话嘛 我们的心里面很多的向往 我们爱人 或者我们想讲一些话来帮助人 讲出来就叫人误解 讲出来就人听耳不爽 哎呀 为什么这个身体是这样 我心里面都很想做这件事 它是有心无力 因为这个身体困着 因为这个身体是慢慢修坏的 这个是因罪的缘故 然后修坏 所以上帝给我们的身体 绝对不是这个身体 上帝给我们的身体 没有败坏 没有痛苦 没有流泪 没有受空间限制 没有任何的污染 就在这个身体里面 这个身体呢 你的灵魂怎么思想 怎么判断 怎么向往 你的身体就会做出来 这个是你永恒的时光 会这样做的 所以对我们现在身体 有一些状况的人 比如说我现在脚有事情 其实这个脚事情是小 你们懂有一个牧师 他叫Nick 他的四肢 你们都知道没有了 很多人都问他 你要不要上帝给你四肢出来 他说不会 我将来见到主 我的四肢全部会得到 他就这样讲 他真相信这个 这句话对了 那个时候你得到的这个身体 这个超然的身体 所以主耶稣 他的这个新身体呢 他是想见门徒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在他们当中 甚至透过墙啊 这些东西 对所以这个 所以有些人讲 当然我不知道 有些人讲 以后呢 你是想见亚伯拉罕 你就会 亚伯拉罕就会见到了 你是想吃什么 就有东西就吃了 以前是 他是这个东西 我们不能想象的东西 现在讲你们也不了解 这个第三空间啊 我现在要回家 也要十分钟开车 这么麻烦 对不对 所以 然后很多的限制 各方面啊 各方面 人越老 应该要看到越多限制了 所以人越老 这个肉体朽坏啊 灵魂应该要更清楚才对的 如果你越老越软弱 身体越多问题 灵魂还是满满的欲望 哎呀 玩什么 要吃什么 这个是真的 很严重的属灵问题 真的严重 所以我们 但是我现在不是要 多讲这个东西 因为再讲你们也不太 会理解那个东西 但是我现在要讲的就是 这个灵魂呢 是现在还困在你这个 必要朽坏的身体的时候啊 就现在困在里面的时候呢 才会成长的 它的灵性才会成长的 这个肉体死了 这个身体 灵魂出来了 那个灵性就不会再成长了 你的永恒的时光就是这样了 你听得懂 现在要讲的这句话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灵魂呢 现在还困在这个身体 这个身体很软弱 对不对 但是这个灵魂怎么爱主 靠主 然后呢成长成圣 然后多明白神的心意 然后这样的成熟起来 成圣越来越像耶稣 这个里面的人是这样 虽然外面很多有疾病 有软弱 有孩子有时给你忧愁 有时很忙 很多人侮辱你 然后你很受伤 对不对 外面很多问题 但是这个灵魂的灵性 一直靠着主成长成长 然后到了最后 可能你活到90岁了 离开了 这个身体死了 哇 你的这个灵魂啊 然后加上主给你的新身体 一气飞扬 何等的荣耀 对不对 如果这个灵魂就刚信主 没有成长 就像baby这样 然后天天被这个肉体困着 也不能成长 然后就这样顺着肉体活 然后死了 你得救 但是灵魂 好像 好像属灵的婴孩这样 可是永远的时光 得救是得救 但是永远的时光是这样 所以我跟各位说 你现在还活在肉身的时候 你攻克己身 叫身服你 这是圣经所讲的 你有灵里面要操练 敬虔的操练 不但是肉身的操练 这些话都是圣经现在讲 是跟我们的永恒有关系 如果你对永恒 根本一点感觉 一点向往都没有的话 你现在讲这些话 你也是听了 也是没有什么感觉 对不对 但是我是在乎灵里面的东西 今天我祝福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是被 很多世界的东西模糊了 我是有时候 得到人类一点称赞 各位 你想想看 我就得到人开心的不得了 得到一点钱 开心的不得了 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 然后后来有一天 我就明白这个福音的时候 主啊 我失去一点钱来喜乐 我就 人都侮辱我 然后 但是主你称赞了我 我就有一点点过了 我的灵魂有一点点成长了 对我的永恒是何等大的价值 有一天我的里面是有这个东西 在我里面想这个东西 所以我追求的是这个东西 我追求 各位你问你自己 你真的追求呢 虽然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得胜 对不对 我们祷告 人病得医治 有很多的神迹 其实我都发生过 我在中国里面 很多我就祷告了 然后有病的 医生不能 你都好起来 但是有时候在一些情况 神偏偏不拿走我们的问题 我们孩子的问题 或者我们身体的问题 或者我们婚姻的挣扎 有一些 为什么一直折磨我 精神的困难 一直折磨 为什么有那个东西 其实那个地方 是叫你的灵魂 真的成长的地方 各位 悲喜十加跟穹主 这是一样的话